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吃喝玩樂 要把掛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均耀下午2點 非藥不可 好了9號87混台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非藥不可 我是讓你非藥不可的劉均耀受藥藥 禮拜一要進全世界 咱們下次置物業的總編輯 朱吉忠 昨天前兩天有沒有去八仙樂園 我覺得台灣今年度 最不好的一件事 一發生那個事情我第一個想到你 因為我騎腳踏車會過 第一個騎腳踏車 第二個你會帶小朋友去玩 因為你這種愛家愛子 媽媽有交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真的齁 我一聽到有上萬人算了 我這是社會新聞有交 我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二十幾天來的經驗 假日人多的地方 真的通常 我都不去 但是到時候新聞都逼著我去 因為我會跑現場 所以說我對於這種真的是看了心痛 不過這一次是因為 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這樣子的這種 開放空間的粉塵爆炸 開放空間嘛 以前我們跑的新聞都是密閉空間的粉塵爆炸 有這樣的案例 可是這一次是 你剛才陳述的這個論述 我不太 認同 我同意你陳述的事實 但是我不同意背後的那個心態 就是通常背後那個心態 我都會講過心態 心態就是說因為這是第一次 因為我們從來不知道粉塵會有這種意外 是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的心情是我認為 哪一件事不是第一次 就是你對於很多的產品 你要去使用它 你要去運用它 我每一次我都可以講第一次 因為我第一次我不知道 所以我造成了意外 我造成了你的損失 那我覺得這樣大家都可以推責任 我的意思 我要講第一次是說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粉塵爆炸 所有人 我跟你講 賣粉塵的廠商 搞不好也是第一次看到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要講 產品使用說明書 大家是不是要看清楚 今天你如果辦一個這樣的一個 Color Run 或者就是當初 Color Run引進台灣的時候 後來就有人開始質疑 這樣的活動是不對的 或者質疑那個粉塵是有問題的 它是不是非常健康的一個東西 自己的聲音不夠大聲 不是 我相信 對一般人 對你我來講 叫不夠大聲 對一個專業的廠商來講 他就應該知道 他就應該知道 那你今天不能說 等到出了事 就來說 我不知道 這是我第一次 我人生的第一次意外 今天這500個嚴重受傷的商人 他們何其無辜 他們拿他們的青春去換你的人生的第一次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說 他這個後續的一個比方說理賠 是 這個金額未免也差太多了吧 3000萬 我今天 剛剛 剛剛 剛剛要從你們電梯做電梯上來 對 我才聽到兩個打掃清潔的阿桑 然後他怎麼講 他們正在講 他說那個計程車司機爸爸講的對 他說像我們這樣的弱勢族群 我今天我能夠怎麼辦 我今天我爸爸開計程車 我女兒85%被燒燙傷 那我以後慢慢的復健之路 對不對 我們不是SH一樣 對不對 我不是可能像Selina那樣子 我有那個社會資源 有那個資源去做復健 那我怎麼辦 我只能請政府幫忙 那個阿桑就講說 對啊 就那句話 我只能找政府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大型的活動 像這樣的公安員 您剛才講的 非常對 這個意外 意外就有責任 那責任到底怎麼歸屬 他其實是可以用保險去預防 但是我們看一下這一次 我覺得這個廠商 最扯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公共意外責任險 他保的這個總額 我現在不知道 因為媒體資訊有點分斷 有的講3000萬 有的講5000萬 最多就5000萬嘛 最多就5000萬 那是跟這個 這麼多人受傷 4000人 4000人 的一個廠子 保5000萬 那我們先解釋一下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保意外險 他通常就是一個保費 那這個保費呢 通常會跟你的這個 責任險的上限 就是我賠償上限的額度 是有關的 好 那所以我今天 作為一個廠商 我去保這個責任險 我可以把它保5000萬 1億 因為就看我這個 我估算這個 可能的意外損失會有多大 比如說我一架飛機飛出去 對 我上面坐兩三百個乘客 那這個時候 我可能知道說 我如果有發生意外的話 我可能要承擔非常大的損失 所以我願意幫他投一個比較高額的 好 那你今天辦一個上萬人的活動 而且你辦了大概四五天 那你辦這個活動 你只保3000萬 我先跟大家談一下 3000萬 為什麼我覺得 3000萬也好 5000萬也好 我覺得太離譜了 就是我們通常一個意外責任險 以受藥藥這樣的身價 他買意外險至少買1000萬 1000萬的保費也不會很多啊 對啊 1000萬的保費 了不起 可能一兩千塊 可是這個廠商 那你如果用一個人保1000萬 我們當然不可能說廠商為了每一個人 他都賠償1000萬 這個不太可能 一個人賠償200萬 200萬 200萬 你乘上10就2000萬 是 乘上20就4000萬 乘上30 6000萬 乘上4000呢 4000人都保 4000人 他應該要保多少錢啊 他不可能保到那麼高 因為他不可能估算到說每個人都賠200萬 要賠4000個人 是 因為他不 他不會想 今天我坐一架飛機 好 那要不要保100個人 至少100個人 好對不對 你至少100個人 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200萬 保100個人 就應該是2億 2億嘛 是不是 他怎麼保3000萬而已 他保3000萬 那意思就是說 他為了要省那個保費 是 那擺明的就是為了要省保費 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省保費 好 然後你造成這樣的一個事情 是 你的上限不足 然後變成 好 那你現在總共5000萬好了 或3000萬好了 是 你今天500個人受傷 每個人平均 才分多少錢 如果3000萬才分6萬 那 那些重傷害的 那其實是6萬 他怎麼分得到 對 好 那這個嚴重不足 其實是事先完全可以避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 我想在一個社會上 對於意外顯的知識 如果 我必須要講 如果今天廠商意外顯知識不足的話 你根本不配出來賣產品 對 我這句話同意 你是想到賺錢 對 你沒有想到說萬一他發生什麼 什麼 一點意外的災害的時候 因為你今天 你作為 在銷售一個產品的時候 你今天假設 只想賣給10個人 5個人 我沒意見 直接你如果 對不特定的大眾 在販售產品的時候 你本來就要有負責任的 這樣的概念 不要說什麼 賣水 喝涼水都會噎死嗎 不會 但是好 他是賣水 他也保意外錢對不對 對 我們常常看 現在很多的產品上面都會打 說本產品 以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多少錢 是 我看到 我印象中的金額都是商議 好 那你今天你辦一個大型的活動 你才保三千萬五千萬 你不是拿人命在開玩笑嗎 那我覺得更荒謬的是誰 是誰 是審核這個活動的政府部門 那今天廠商 廠商那個保的險 他可能覺得 我為了省錢 對不對 我為了省點錢 那我賭一下 我主管機關可以看得到啊 那我今天在審核這個活動的主管機關 你居然 他的責任險 這樣的概念 你沒有 那你沒有的話 那是不是你要賠 你今天政府部門 你有本事賠嗎 你如果賠不起的話 你就要審核嗎 你就要知道 像 比如說新北市政府 現在出來說 我要來轉嫁 所以我要幫這個 受害者代位求償 我要幫他們打官司 然後我們請警察去問每一個人 你是不是願意出來打官司 這個 太慢了 這個都叫亡羊補牢 你前面該做的是什麼 就是逼他 把責任險給我辦好 提高嘛 那如果政府部門沒有這樣的概念 請問一下我們的政府 連政府官員都沒有保險的概念 那你知道一般的民眾怎麼可能 他怎麼可能相信說 我一旦出了事情 有人會幫我負責 他們一張票還比去年還貴咧 對不對 他們一張票從1200來1300變成1500還是多少錢 沒錯啊 是不是 他錢還墊高了 但是呢 他並沒有得到相對應該有的保障 是 那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觀念 如果政府部門缺了 政府部門他承認錯誤 他如果他自己連保險的概念都沒有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好好的去問一下 新北市政府 這個主管機關 你到底有沒有審這件事情 是 如果你沒有審核這件事情的話 是不是我們的政府部門都不知道要審這件事 對 如果都不知道的話 請政府部門 你好好的去把你的角色扮演清楚 未來你只要辦大型活動 你今天找了幾千個人 上萬個人 你就要多少 你就要有這樣的概念說 對 舞台也可能坍塌 是 那個上海不是辦一個煙火 對啊 最後不是才死人 那在那樣的國家 你會覺得說 踩死人 所以政府沒有辦法負責 那 那個死者 他可能拿不到任何的意外賠償 對 可是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已經發展 已經算是發展國家 對 已開發的國家 你怎麼可能說發生了意外以後 沒有保險的理賠 真的 這個很荒謬 如果保險沒有理賠的話 那不然政府來賠 對 對不對 你允許他辦這樣的活動 出了事 那不然誰要賠 可是政府你來賠的時候 我們納稅人同意嗎 沒錯 對不對我們覺得 這個是應該那個業者應該就是扛起的責任 怎麼會是我們大家要全民買單呢 規則嘛 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一定政府應該未來就要注意 一旦你要辦任何的活動的時候 你要審核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有沒有投保足夠的意外險 對 如果今天放任這個主辦單位 辦這麼大型的活動 只保三千萬五千萬 那你怎麼會準呢 好 這個準 投保的保 你剛剛講的是用什麼來計算 這個基礎 人數 對 那人數呢 好了 這個場地只能農到六百人 為什麼會搬到四千人 總量管制 我看也沒有在做 是 其實我們政府的總量管制的觀念 從以前到現在都非常落伍 是 我們講說那個地溝油事件 地溝油 那為什麼會有收水油這件事情 是 大家就說政府沒有做總量管制嘛 我們都還在用檢驗的方法去要做一個 你對於任何有可能產生意外或有毒物質 一定是做總量管制嘛 比如說我們講說醫院用的那個馬啡 我們是用總量管制嘛 我們今天這個核電廠的 燃料 我們是用總量管制 那今天一樣啊 我們今天食安意外 為什麼會常常會有食安意外 是因為沒有做好總量管制 今天有毒的東西弄進來 從國外輸入 這個不是台灣生產的嘛 一定是從國外原料弄進來 那這個原料它只要有可能製造成任何的 危害大家健康的東西 你就應該做總量管制 我記得我們節目中講過這個概念嘛 那這樣的概念其實才是正辦 好 你知道我最近去採訪一家有毒事業廢棄物 簡單說啦 就是我們這些工廠排放的污泥啦 廢水啦 好的那個灰 那個叫底灰 比如說你有燃燒那個高爐去燒 鋼鐵廠的高爐燒 燒完以後那個底灰 對 你要必須把它掩埋掉 是 掩埋掉 這一家公司就全台灣做最大做掩埋的 這樣的一個公司 你知道嗎 它的這個土地幾萬坪 然後他們就是為了要防止這些有毒的廢棄物 埋在地裡面 它可能會滲透到地下水 對 所以它每一個都要鋪塑膠布 防止那個地下水滲漏 對不對 人家做這樣的環保工程的時候 它已經做到科技做到什麼程度 它今天買一批 譬如說我買A公司的 我幫這A公司 埋它的有毒廢棄物 是 我埋在我這個上萬坪的土地裡面的 哪一個地方的位置 對 它全部用衛星定位 GPS 把它鎖定 應該的啊 因為它知道說以後 一旦說這一批東西有問題 我要把它挖出來 我要知道在哪裡挖 我成本才會低 所以它都可以用現代的科技 去做這些事情 是 它就跟我提一件事 他說全台灣現在 我們的很多工業的有害廢棄物 完全沒有做總量管制 就是環保署 美其名說有一個很嚴格的法規 在管這件事情 可是問他說 那工廠理論上會生產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東西 到底都分到哪裡去 這些廢棄物埋在哪裡 你去問環保署 環保署一定跟你講不知道 因為他就散播在台灣的可能不知道哪一個角落 他今天只管說 你這個廠商處理這件事情 有哪些法規要遵循 至於東西去哪裡 他不管 如果我們的法規還是用這樣的概念在定的時候 其實今天只要任何一個廠商 他說我看看你有沒有可能查得到我 如果我讀你查不到我 我就把它拿去亂倒 今天為什麼很多我們的廢棄物 在農田 在很多漢地裡面就是亂倒 買了一塊地他就把它就地亂倒 我剛才講那個合法的掩埋廠 他們是要一層塑膠布這樣一批批 然後而且有一個相當的防治方法 防止地下水深 那些不肖廠商就直接拿出去河流裡面去哪裡 就亂倒 那過這樣的道已經到了三四十年了 那到了現在還在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是因為結論管制沒有做好嗎 對 然後那個老闆跟我講一句 他說我們這樣的公司的業績 績效好不好的話就看一個人 他說看檢察官辦案 他說檢察官如果雷利風行執法 我的業績馬上好 他說我就看到檢察官如果去搜 說你們的東西到哪裡了 那個廠商馬上就會來找我 說我願意找合法的廠商來掩埋 如果今天檢察官沒來辦 他就亂倒 那如果今天台灣的到了今天了 我們的環保都還做成這個樣子 你就知道說巴黎會發生這種事情 一點都不意外 一個總量管制你可以從這樣子講到環保去 我也三次配護你算是融會貫通一個 但是在這個事件上面 你覺得他總量管制我們的政府 你剛剛講的那個是屬於物品 廢棄物的總量管制 因為什麼他沒有生密碼 到哪裡有時候正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種心態事實非常要不得 可是人呢辦活動這是人活生生的人 我們講你這件事你從頭看 第一個這麼多人一旦發生意外 那你的救護車怎麼進來 是不是也是一個總量管制 所以我們看那天救護車進來就全部塞住 這個就是表示現在網路上已經有人講說 台灣根本沒有能力處理大型的意外災害 對 好對不對 那我必須要講 大型的意外災害 你總不能說每年來一次吧 我們好 我們回憶一下 我們去年有一個高雄氣爆 對 就已經讓大家去演練了 大型意外災害的時候 發生你應該怎麼樣去做調度 那為什麼這一次 上一次是在南台灣 對 這一次換到北台灣 對 你還是有類似的一些麻煩 缺失了 缺失在裡面 那如果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很難講說政府的效能到底在哪裡 好 然後我們在辦大型活動的能力在哪裡 對不對 這個能力當然有兩種能力 一個是政府的能力 政府要有去監督去管理 另外一個就是廠商 你要有合理的能力 那你這個廠商我們講說前面保險那個只是一環 對 保險的概念大家應該要有 再來一個 是你把這麼多人找來 這麼多人找來了以後 這些人的疏散 對 這些人可能產生的意外 一旦產生意外之後 救援部隊怎麼進去 這些事情難道不應該事先規劃 更何況在更前面一步的時候 那個六百個人 你怎麼可以讓他准說他可以辦四千人的活動呢 他意思就是我的園區有三萬坪 你到處都可以去 不一定在那個地方 可是這樣子就有一點牽強 你一開始在審核的時候 這個部分好像就讓他覺得說 他並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一個審查 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繼續跟注意中聊 好了這次新聞台 劉俊好 又要注意中在現場 你好 其實今天講的最主要不是一直 要講巴黎這個事情 因為季中他是財經專家 他當然是從這個保險費 這方面去提醒大家 夏天到了 大家 常常出去玩的 把意外嫌先買 因為我覺得暑假到了 我們雜誌每一期都有介紹保險的東西 那其實我真的 很良心的給所有的聽眾朋友建議 台灣人很愛買保險 但是我們買的保險 大部分都是什麼險你知道嗎 現在台灣人最愛買的保險 第一個叫儲蓄險 把保險當存錢工具 這基本上 我從來沒有買過那個 好 我是覺得 因為那個保費太高 我付不起 對那個都有錢人在玩的遊戲 那第二個呢 很喜歡買壽險 壽險一定要買 但壽險大概買100萬 對 壽險 買壽險以我的概念 我認為買壽險 主要是為了要買醫療險 因為壽險是一個主約 對 你要去買醫療險 買醫療險 所以醫療險很重要 對 因為你不能因為有健保 你就不買醫療險 那壽險只要買少少就好 對 壽險夠用就好 所以就是到時候買壽衣嘛 買壽官嘛 就買那些就好了啊 那就是不要去買到那個嘛 買到那個也不能買超過100萬嘛 是不是 壽要提供我們一個買壽險的理由 對不對 我的概念就是這樣 你都還有那種封建思想 走了以後還要穿壽衣啊 不是啦 我說假設嘛 那你總要火化 火化也要錢嘛 我們家最近一直毛小孩過世 我還送到很遠的地方去火化 現在有寵物險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還是要買一些這樣的壽險去安排後市 就解決自己啦 解決自己啦 那是壽險所出帶的醫療險 不要把自己造成的意外 讓子孫去帶 對啊 對啊 好那可是我覺得真正齁 真正最便宜的保險 而又是人們最需要的保險 就是類似的意外險 真的 那尤其是年輕的朋友 那如果爸媽媽 你今天如果覺得這個孩子 他常常在外面爛爛爛 然後而且常常去那種人很多的地方 那你有教他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但他都不聽你的話 那你就記得 叫他意外險要買購 像我齁 我個人啦 我個人 我的意外險都買年度的 就是 我記得我那個 那個叫做 壽險的 醫療險 跟意外險 他是一組之外 是 其實我另外買了一個意外險 那個意外險就是說 我記得一年大概四五千塊吧 是 一年 那整個就是一整年度 不管你走在路上 被招牌掉下來 砸到什麼 通通有 這些 這些呢 你至少給自己一個 一個保障嘛 是不是 政府沒有幫你保障 這個就是 要藥的 水準 就是到這裡 就是說 一定要買這樣的 醫療 不是 意外險 然後買到夠 那小弟 我們的 會給大家一些專業的 專業的建議就是說 除了這個意外險 你要買一個意外醫療 意外醫療 好 為什麼要買意外醫療 比如說 我們今天 譬如說爸媽媽帶小朋友出國 出國的時候 他很可能 小朋友跑來跑去 疊傷了 他可能要看病 或者他在那邊吃 吃壞了肚子 要肚子痛 或者他不小心有什麼樣的意外以後 結果他住院 你知道 在台灣你有健保付 對 雖然台灣的健保 國外的醫療 他也會付一部分 但是他不會付全額 那意外醫療 對於老人跟小孩 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今年 提醒所有的聽眾朋友 如果爸媽媽你要帶小朋友 或陪家裡的長輩出國的話 記得 一定買了意外險以外 一定要加一個意外醫療 對 其實那個錢只有加一點點 對 如果你今天預算夠的話 其實就像 收藥藥這樣 買全年的 就一年一買 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夠的話 你至少單次出去的時候 你一定 這個五天或二十天的 這樣的一個旅程 你一定要買這樣的保險 那因為這樣的保險 不出事則已 一出事 它其實是可以幫你非常大的忙 真的 那我想這樣的保險概念 呼籲聽眾朋友 一定要在這個 旅遊活動的時候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是 以免像這次這樣 發生這樣的意外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提醒 對啊 那我們就很擔心 那一個機動車司機 這個機動車司機的爸爸 他怎麼去 後續 他怎麼去照顧這個巴士 現在已經在發動募款 是不是 但是那個募款 萬一沒有募款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自己能夠 自己能做的還是要做 你應該自己做 因為它也不是一個 非常很重的負擔 一年 我說一年才四五千塊 那你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夠用 那至於要怎麼買 比較聰明的話 歡迎上我們的網站 我們網站都有講 自己賣瓜自賣自誇一下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 最重要跟我們講什麼 我想有件事 一定要跟你談的 就是麥當勞 麥當勞這麼大的一個 陪伴我們長大 對不對 來台灣三十一年 也陪伴了我 對不對 也算是 也是三十一年 所以我今年三十五歲 我都四歲開始就吃麥當勞 哇 這麼小就開始吃了 還蠻噁心的 OK 那麥當勞為什麼要離開台灣呢 麥當勞要離開台灣 當然 他基本上就是為了要賺錢嘛 為了賺錢才離開台灣 台灣有這麼慘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公司的一個政策 因為 如果大家有仔細看商業週刊這一期的整個報導 就是麥當勞 他們過去的策略都在台灣他採取都是直營店 大部分都是直營店 都是他自己公司開的這個店面 那他現在越來越多 他在全世界80%是加盟店 那只有20%是直營店 那他現在未來幾年他要開始把這個直營店再減少 加盟店再增加 所以現在我覺得就是這種大型連鎖店 他們在玩的一個財務的遊戲 他基本上就降低直營的部分 增加加盟組的部分 那加盟組為了要加盟 第一個就會付你一筆錢 那所以你等於把未來幾年的很多營收盈餘的權利 一次就把它收回來 那這個對於現在的執行長 要去美化他的財務報表 絕對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想這個對於比較大的意義 是在公司的一個整個財務的調度 但是我們也是回過頭來講說 上一周看這一集也有提 那在亞洲是只有台灣這樣嗎 台灣跟日本都被賣掉 都是變成加盟 那可是在韓國 韓國人家就繼續採取直營的策略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算過 韓國的人口是台灣的兩倍 但是店數只有台灣的四分之三 顯然麥當勞在這個韓國店 還有成長空間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這種資本主義的邏輯 我在還有市場的空間 我就繼續指引 我把該賺的錢把它賺到 然後等到我把它這個包裝的漂漂亮亮的時候 就找個人 找個苦主把它賣掉 那我想這個就是你要看懂 這些企業在盈餘賺錢的一個邏輯 這是猶太人的概念 對 猶太人就是這樣 就是他就是把公司呢 經營好之後 養大 他要把三五年後應該賺的通通在這個時候 來一次把它賺夠 那當然這裡面 做生意而已 背後也有 比如說麥當勞他們的整個報表 有一些狀況 比如說他們在台灣 去年已經沒有分紅 員工沒有分紅 那你就表示說 他們其實成本有在增加 另外他們在國際上 他們的整個公司為了要維持能夠成長 盈餘的成長 他也必須要做這樣的調整 那我們就從這裡面就看到說 那其實麥當勞在這幾年轉型的過程裡面 他也碰到了非常多的挑戰 那這樣的挑戰 其實很大的一個壓力 是來自於他的競爭對手 他的競爭對手是誰啊 麥當勞有競爭對手 麥當勞不是已經 算是橫掃這個業界了嗎 他是龍頭耶 他對手是誰 在美國他有一個做墨西哥捲餅的對手 墨西哥捲餅跟麥當勞打 你吃過墨西哥捲餅嗎 吃過啊 還蠻有意思的 那可是對台灣人來講 很難想像 墨西哥捲餅居然可以修理到麥當勞 對 這個很妙啊 很妙 所以我覺得這家公司呢 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來來來 那這家公司叫齊普雷 齊普雷 齊普雷 齊普雷的這個英文的發音 齊普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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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的股价 大概是在620块美金附近 620块美金 对美金 苹果现在才多少钱 苹果只有它五分之一左右 对呀苹果现在也 苹果 它已经是五倍的苹果的股价 它的市值是190亿美金 所以我们讲这个事情 就是跟大家分析 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餐饮股 其实股价都蛮高的 对不对 无论是网品这些 股价都蛮高的 本益比很高 为什么 因为开餐厅 做的好的餐厅 它的利润真的是好 利润非常高 那为什么它会是 一个是卖墨西哥卷饼 一个是卖汉堡 一个是卖苹果 一个是卖橘子 这两个怎么会变成最大的对手 不太高不是吗 那其实就是简单说 我们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基本上就在竞争消费者的早午晚的餐食 对不对 所以看你要吃什么 你今天吃完墨西哥卷饼 你可能就不可能同一个时间马上再去吃麦当劳 是 这就很简单 这个就是直接中途 然后你再看 这一家公司1993年创立 然后在1998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发生了一件事情 1998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呢 它为了它树立 因为它做连锁餐饮店 那时候1998年 它只有差不多20家店 然后这个创办人 它就很有概念 它就发现说 它的对手 像麦当劳这些龙头 他们今天用的很多食材 都已经慢慢都是工厂化的食材 简单说 比如说做汉堡的肉 它已经不是牧场的那个养的牛 养的猪切出来的肉 而是那些肉 组合肉 组合肉 所以是工厂化的产品 那它就宣示了一个概念 它跟所有的消费者讲说 我未来我只卖正值的食物 正值 正值是什么意思 正值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 我这些食物 我直接告诉你 它就是哪一个牧场生产的 它不是在哪一个工厂生产的 OK 我先进广告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能够让它卖的东西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这个 难怪它变成麦当劳最大的强敌 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 接近出现方案 来分析 好 那98年代 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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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正值食物 我第一次听到 但是以前孔副长刚刚讲过 肉割不振不实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你什么东西要切得很好 什么东西 所以正值食物就是 它要非常清楚 它不是来自于 来自于什么工厂 它就说 它的鸟 它的鸡 它的猪 还有它的乳制品 都是从牧场直接来的 而且它 最近几年 它甚至 第一个跳出来讲说 这个基因改造的东西 它不做 它不卖 那很好 第一个就是说 它跟要求它的食材 是要比其他的竞争对手 是好的 所以造成它食材成本比较高 它愿意告诉消费者说 我卖 我认为有良心 或者是 我卖 我认为合理的东西 那我想 这个一个产品面 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宣示 第二个 它非常重视 用餐的 这个餐厅里面的氛围 所以它的音乐 就是它餐厅都会放音乐 对 它有请特别的DJ 针对不同的用餐时间点 去放音乐 去调整它的音乐 这么厉害 这个就厉害 通常我们现在听到的 很多餐厅放音乐 都是什么 店长自己决定 对不对 那这家公司 它就特别找了DJ 而且特别去询问顾客 比如说中午的时候的 听的音乐 跟晚上的时候 听的音乐就不一样 因为你知道吗 音乐 节奏快一点 这心理学家也研究过 音乐节奏快一点 它吃得快 吃得多 所以它就在用餐时间 希望高周转力的时候 它就是这种快节奏的音乐出来 然后其他时间 它就放慢 所以它连音乐 跟用餐的氛围 有去强调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它的一个 墨西哥卷饼 要卖7块钱美金 跟这个麦当劳的 大麦克 是一样的 一样的价格 所以很多年轻人 通常麦当劳卖的很多东西 大概3-4块美金 就费 可是它卖到7块多 就比麦当劳贵 可是反而年轻人很喜欢 他觉得好像有一种市场区格 你去哪里 你吃麦当劳 炫掉了 我们吃墨西哥卷饼 第三个 它很厉害 我觉得这家餐厅 跟着上潮流 它用FB去宣传 它常常给名人 有免费的餐圈 所以就求新啦 明星啦 就会在FB上或在推特上面 PO说 我被这家公司选中了 送我这个免费的餐食 有面子 结果他的粉丝就会觉得 也跟着就去 所以你就知道 他对这种数位化的行销 而不是萌打广告 你知道吗 麦当劳就是萌打广告 你只会用广告 跟你会用FB的这种社群的寻教 我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他用这三招 让他的整个销售 冲得非常快速 连欧巴马都跑去他店里去消费 那这样子 麦当劳跟他这家公司 有什么关联吗 麦当劳原来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1998年我刚才讲的 1998年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做了正值食物的宣言 第二个就是他请了一位大股东 一个门神来 麦当劳当劳投资他 是他最大股东 他随着股价一直涨 就把他卖掉了 OK 如果你想继续知道详情 可以去三周参考一下 好不好 今天非常开心 最终的大部分现场 谢谢 谢谢